猴子生的相貌丑陋十分猥琐 可却让所有女生面露桃花害羞不已 专门来便利店买东西 只为了加上猴子的联系方式 而我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却并不惊讶 因为在他们普通人的视角 这个猴子非但不丑 反而是位阳光帅气的小哥 不知什么时候起 我意外发现在人类社会当中混入了许多兽人 他们将自己伪装成普通人 融入到了社会上各个岗位 而我因为害怕引火上身 只能装作没看见 可就在今天我买完东西离开后 那个猴子兽人却将目光对准我 他察觉出自己的身份暴露 于是在我来到公园喂猫时 三个小混混找上我 他们说我的猫天天乱叫吵的 他们烦躁不堪 能不能闭嘴 我本想和他们理论 可在看见为首那人的脸后 顿时吓得不敢讲话 因为这家伙明显不是人类 深感大事不妙的我连忙边了的理由 准备赶紧逃跑 但那蛇怪收到你以为还能走吗 随后他将手伸出 几根手指开始分裂变形 数条毒蛇从他手上猛地冲来 我被其中一条咬住脖子 灌入了毒液 瞬间倒在地上开始抽搐 那蛇怪表示虽然我用的是最低等 但也足以让你这个普通人心脏皱定 感受着全身剧烈的疼痛 我不禁吐槽自己怎么这么倒面 能看见兽人的能力又不是我自己选的 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看见一头巨大的猛虎出现在我面前 听着他暴躁的咆哮声 我渐渐陷入了昏迷 但那头老虎没有杀我 反而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 将三个兽人阵的接连后退 为首的蛇怪大吃一惊 这个力量果然是你 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躲在人类体内 带到能量散去 那只猛虎已经晃化成人形 他眼神中流露杀气 将我放在地上后喃喃自语道 让你承受这么多痛 真是抱歉 我会为你解决他们的 不需要太多时间 话音刚落 两只兽人小弟已经冲了上来 他们料定猛虎现在刚复苏 力量还未恢复 所以趁他必要他命 可惜现实是残酷的 老虎只是稍微蓄力 一巴掌就直接拍死了一只兽人 而另一只高高跃起正想偷袭 但迎接他的只有猛虎的一技动力 见到两只小弟被顺脑 带头的蛇怪只好亲自出手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地以为成功时 老虎反手掐死了他的毒手 抓住蛇区将他一把拉了 光火时之间 蛇怪的身体就在猛虎的力掌下惨遭撕裂 可正当老虎以为战斗结束时 那只蛇怪却分裂自身变成无数条小蛇 随即顿入影部之中四散逃开 老虎没有再追 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暴露 随后扭头看向一旁躺着的我 发现我还有着一丝呼吸 时间很快来到一星期后 我在一阵喊叫中迷糊地醒了过来 眼前正站着一个惊吓小哥 他穿着我的衣服 嘴里还在埋怨我既然醒了就快去做早餐 我大喊道我有名字 我叫艾生 还有你就不能自己去做吗 自从那天被蛇怪偷袭之后 这只奇怪的老虎就住进了我家 他的名字叫汉语 好像是我曾经听过的一段神话故事里的主角 但可惜他不仅没有神话人物的威严 还因为是猫科动物 而莫名有种反差萌 此时我端着刚煎好的两个蛋走出来 发现他居然饿得在和我的猫抢饭吃 汉语这头猛虎实在搞不明白 为什么我要把食物给猫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垃圾 而我看着这场小猫与大猫的鄙视 额头不仅露出一抹黑线 吃过早餐后 我询问汉语那天到底啥情况 那只逃跑的蛇怪好像认识你 而汉语只是微微沉思 之后反手一道爪击 我的衣服被他撕碎 露出了脖子上的项链 这条玉石项链是妈妈留给我的遗物 汉语先前就是藏身在这里 他按住我的肩膀 警告我现在起一定要随身携带项链 因为麻烦的事情要开始发生了 之后到了学校 今天班上来了个名叫一虎的转校生 其他同学都对这个矮小的家伙没什么兴趣 但唯独我在看见他的第一眼就感到毛骨悚然 我知道他不是人类 而后到了下课时间 一虎在走廊不小心撞到了小巴 这个胖子当即就表示要教训教训他 一行人强行把一虎带走了 恰好我的朋友想让路过看见 他便跟着这群人来到天台 可在这里的一虎只是拍了拍胖子的肩膀 说到今天刚来这学校 就先放你们一把 这下胖子只感觉自己被看扁了 拉住一虎就打算给他来上一拳 然而一虎一转身 一个和蔼的笑容露了出来 在哪瞬间 一股冰冷的寒意贯彻了胖子全身 随后在一旁小弟的视角里 胖子没在动一虎 反而拿起了一旁的凳子 直接朝他们砸了滚 胖子的攻击不要命一样 片刻过后就把小弟们全部挤入 等墙角偷窥的小娜探出头后 只看见了那如同恶魔一样的一虎 他被吓了一大跳 等到放学后就立马找上了我 他说出了中午一虎的事 正想告诉我他感觉一虎不是人 一虎就突然从背后窜了出来 他打断了小娜的话 并开始询问我住在哪里 还想要今晚来找我玩 我正想回应 小娜联盟说到我今晚不是有事吗 下次再说吧 之后便拉着我匆匆离开 而一虎看着小娜的背影 瞬间动了杀机 他追上小娜 你特么以为自己是谁啊 敢打断老子的话 以这个没用的为主 到了晚上 被控制身体的小娜 站到了一处烂尾楼的边缘 他颤抖地给我打了电话 希望我赶紧过来救他 在他的背后 一虎正谋划着等下怎么解决我 这个男孩表面上是乖乖学生仔 背地里却有着难以抑制的兽性 学校里的校爸因为撞了他一下 便被他发动受人之力控制 使其亲手打残了自己的三个小弟 角落里的女孩目睹了这一切 本想告密却也被他发现施加了幻术 一虎暴躁地辱骂女孩小娜是个臭肥猪 并在夜晚时分 操控着小娜站到了楼房的边缘 她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让小娜给我打了电话球员 因为一虎此行的目的 就是按照老板的命 找到我这个寄宿者蒙古之力 确认我到底有多强 此时我匆匆来到现场 看着即将坠落的好朋友 我催促着他赶紧下来 但小娜只是流着眼泪 表示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一旁看戏的老板健壮 确认了我体内的老虎应该还没苏醒 不然不会这么软弱无畏 他们的对话 让好胜心极强的一虎更加暴躁 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在意我这个废物 当我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一虎直接大喊到必须 你就好好看着他 随后他就操控小娜直接跳了下去 这突然的荧幕让老板们都吃了一惊 而等我扑过去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直地砸在了闭面上 听到女孩死亡时的动作 一虎痛快地笑了出来 他嘲笑道我算什么忙 是只受机还差不多 然后一虎扭头看向老板 表示我这个废物没啥好在意的 可老板却怒斥着他是个疯格 居然闹出了人面 早知道就不该找你了 这话彻底惹毛了一会儿 从他被雇佣那天起 老板们就一直轻视他 而现在他证明了自己比那个什么老虎更强 为什么还是对他这个态度 此时愤怒的我冲上前来就要揍他 可一虎只是抬起手指就按住了 他警告我不要乱来 不然一秒之间就能扭断我的脖子 危机时刻 老板出手制止了一虎 然而此时的一虎已经彻底上头 他警告老板还想要命的话就别动我 闻言老板也露出杀气 闭嘴 你这个疯子 两人的气场在瞬间爆开 然而一虎赶反水自然有他的底气 作为纯正的兽人 他只是伸手便隔空扭断了老板的脖子 再一挥手 老板就被直接秒杀丢到一面 搞定了碍事的人后 一虎再次将目光对准落 他手指一动 我双手就不受控制的掐住自己脖子 感受着无法呼吸的痛苦 我的求生欲达到了极限 在一虎打算送我去见小大师 他背后老板的尸体突然泛起了非色能量 这股能量略过一虎 蜂拥而至的朝我身上起来 醒刻之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两个小弟健壮也是大吃一惊 我居然能吸收别人的耳朵 而看见我气息飙升的一虎也不再戏梦 开始认真起来 他全力催动幻术 是要证明他是比我更强的生物 可下一秒一虎突然蹊跷吞血 他的右臂居然自己弯折掉 在我力量面前 他的幻术已经被反转 现在是自食恶务 我猛地抓起他的衣领 你为什么要杀了小大 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听见这话的一虎笑了起来 你以为你赢了吗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那个女孩死亡的时候 你什么都做不了 说把他笑得更加大声 笑你妈逼啊 愤怒极了的我直接给了他一技重拳 将一虎打的陷阱墙里面浑身无力 他刚抬起头 我又冲上来接着就是一拳 当地直接被打破 一虎飞出了烂尾楼 他掉落在半空中 看着我的身影不甘心的骂道 该 该死了 随后就砸在地面上 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我也马上跳到地面 开始四处寻找小娜的身影 但此时一虎的能量却突然失控 他们全部朝我起来 似乎也想要进入我的身体 我下意识地想要抗决 可还是被这股力量强行清洗 最终晕倒过去 等到两个小弟下来时 只看见已经昏迷路 正要思考该死的 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得正 是汉语 他踏到了现场 看着这一团糟的景象和受伤路 他顿时皱起眉头 察觉不妙的两个小弟 连忙转身想要逃跑 但汉语一个顺身倒在两人面前 他抓起一个人的脖子 询问刚才发生什么 而小弟只是咳咳无无地表示 他们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听见这话 汉语目露凶慌 当场拍死了那个小弟 另外一人被吓得连忙 表示他们也只是奉命行圣 这次伤到我纯属是个意外 他是站在万寿之巅的最强兽人 却被封印在一个少年体内 长达数十年 而这也让少年遭到了 无数兽人的追杀 甚至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都被害死在他面前 当猛虎汉语来到现场时 只看见我浑身是伤得倒在地面 暴怒的汉语 直接当场拍死了一只兽人 另一个也被吓得 甘胆居试察点尿裤子 为了活命 兽人说出了他们 其实只是拿钱办事 而雇佣他们的是一个 名叫夜叉帮的组织 在这个人寿混杂的世界 有些强大的兽人会建立组织 而这个夜叉帮 就是经营着 数十家夜组会的王牌 此时他们的首领夜叉 正在店里视察 今天店里来了个 名叫江小胡的DJ 他的歌声犹如女性 十分动听 让今晚的生意爆火污 但夜叉并不是专门为他而来 外面的小弟已经传回消息 探查蒙虎汉语的行动出世了 行动中所有兽人全部被杀 甚至还死了一个人类 为此各大有头有脸的兽人 纷纷来到这里 商讨着该如何处理 可就在会议进行时 江小胡却悄悄来到外面 原来他是一名间谍 利用自己犬科的灵明耳朵 他听到了里面一众大佬的讨论 现在老虎已经复苏 我这个寄宿着蒙虎力量的人 为止全面暴露 夜叉主张抓住汉语 其他的兽人却犹豫不决 毕竟汉语可是被称为 史上最强的兽人 在座的家起来 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大 可夜叉却表现得自信十足 说到史上最强又如何 历史早就已经过去了 此时小弟发现了 外面鬼鬼祟祟的江小胡 刚把他抓进来想要拷问 夜叉却猛地爆发杀气 作为高级兽人 他敏锐地察觉出了 小胡不是等闲之辈 不等对方开口 夜叉直接冲上去开始动手 小胡被他一把抓住 是大力臣的一击砸进了墙壁 可等烟雾散去 江小胡却毫发无损 他调侃的不愧是夜叉 这一击还真是疼啊 而夜叉没跟他多嗶嗶 抬脚就又踹了上去 这一次的攻击 把墙壁打穿了个大洞 江小胡则趁机躲到了外面 已经偷听到情报的 他不再多留 转身就朝外面开流 他一路旁登 一个起跳就砸火玻璃 来到大街上 本以为街道上有行人 对方应该不会再追了 没想夜叉居然不怕暴露 不管不顾地 在马路上开始攻击小胡 见此情形的江小胡也不再保留 一个转身拉开距离 大喊一句轮道往 瞬间火焰之力涌出 借着一发交叉火球 就朝夜叉打了过去 凶猛的烈焰开始灼烧对方 可下一秒江小胡却大吃一惊 正面承受了火焰的夜叉居然无伤大雅 只是擦破了点皮而已 并且这下攻击 还让夜叉认出了江小胡的身份 原来他竟是圈子内小有名气的兽人 绰号九尾胡 此时两人的战斗 已经引起了附近路人的围观 江小胡的那发火焰更是让群众惊讶 纷纷好奇到是不是拍电影的 而在一辆车里 一队来自国家安全局的小队 正在悄悄注视着两人 江小胡看了看嘈杂的人群 表示还要打吗 等下事情可就闹大了 随后他趁夜叉一个不注意 直接起跳槽房顶跑去 反应过来的夜叉吐槽到真是狡猾的狐狸 随即也立马追上去 等他来到楼顶 江小胡的火焰早已等候多时 他一记火炮贯彻云霄 但夜叉及时反应闪躲开来 随后迎面就是纵群出击 就连江小胡也被他这极快的速度下 这是大力尘的一群虽未能打伤他 但也让小胡意识到正面对抗 夜叉的实力在他之上 没有办法 小胡连忙后跳准备先撤退 可夜叉今晚却不打算放过他 一个顺身就来到江小胡下方 拳头猛的蓄力 打算这一击彻底干掉他 而在下方的街道 那个安全局的小队已经疏散完人群 队长江美琪看着上空的战斗陷入沉思 今晚必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 此时江小胡已经被逼到墙角 正面吃下那恐怖的一拳后 他并没有挂掉 连夜叉也不仅承担他 已是这世界上第二个 挨了我这一拳后还能站起来 我无意中发现了社会上不知有人类的存在 他们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 掩盖掉自己害人的真面目后 潜藏于社会中 凡是发现真相的人 兽人都会立刻出手灭口 而我因为妈妈留下的遗物项链 莫名其妙地遭到所有兽人追杀 当最强兽人猛虎汉语赶到现场时 我的青梅竹马已经被害 我自己也重伤昏迷 暴怒的汉语当场解决了两只兽人 随后便带我回了家 而我在梦中无数次梦见小娜 我伸出手想要救他 可最后却马了惊醒过来 此时汉语就待在我旁边 他提醒我时间还早 再多睡会了 我没有搭理他 转而询问起一虎和那几个兽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偶尔能看到一些 不该看到的东西 每当那个时候 母亲就会告诉我 他们都是人类的朋友 不用害怕 可在长大后 无论是先前的毒蛇怪和鹰 还是那个三人小组 都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 我询问汉语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定是知道的吧 汉语文言没有直接回答 而开始问到我母亲现在在哪里 在我说出妈妈已经去世后 她又拿出那条项链 接着询问当初 我母亲给我这枚玉坠的时候 都说行了 我没多想 老实地回应到妈妈说 这是保平安的呼声 让我务必随身携带 而汉语在听后顿时面色一沉 看来 我得去拜访一下你母亲吗 这话顿时让我大脑让鸡 拜访 什么意思 而此时在外面的街道 江小胡仍然在和叶叉对线 因为是世界上第二个 接下了他一拳未死的人 叶叉对小胡表达了赞赏 但这话却让江小胡感到有意思 表示还真想和那第一个人切磋下 没想叶叉听后直接暴灭 他愤怒地表示就平民 给他提鞋都不配 随后汇聚力量就要进攻 但江小胡将火焰汇聚格打 在瞬间起跳 来到了空中 他爆发出强大的火焰之力 两道熊熊烈焰请客间砸了下去 躲闪顾及的叶叉直接被打倒在地 等到江小胡平手时 叶叉开口道你来地球多久 可江小胡只是随口说了句没计算过 随后提到了叶叉的主人 表示自己倒想问问他 到底有什么目的 这话让叶叉顿时杀气四射 居然还知道自己的主人 他今天一定要逮住江小胡 就在两人剑把弩张时 安全局的小队赶到现场 他们掏出配枪 警告二人别动 但叶叉只是瞅了一眼 随后扭头问到江小胡 难道你是他们的跟班 小胡联盟说到怎么可能 我不要联盟吗 见此情形 叶叉知道今晚是没有结果的 他放下一句狠话 下次我一定把你打趴下 之后便跳下大楼快速离台消失了 而这离谱的身手也让队长江美琪确认了 他肯定不是人类 此时江小胡却没选择逃走 他主动伸出双手 让小队逮捕他 这是一场鉴别非人类的审讯 有着九尾胡之称的受人自愿被官方逮捕 在调查中 人类发现他的各项数据全部是虚假的 只确认了眼前的家伙绝非人类 而江小胡也没有隐瞒 直接表示比起这些 他手中可以喷射出火焰 星星一月就能跳到五层楼高的房顶 难道你们不好奇这些吗 这些话成功吸引到了调查小组 但身为组长的江美琪知道 这个家伙肯定是不会白白说出来的 他询问到小胡 你到底是什么身体 下一秒将小胡直接爆发出火焰能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他爽快地显露出了自己的原型 说到这世界上的生物 可不止你们人类 而此时在一处就接到 一个新的兽人也开始登场 这里正有三个暴徒在暴力C站 债主因为偷偷逃跑 已经被他们抓住暴打了一顿 正准备继续的时候 债主却突然指向后面 在那里正蹲着一个流浪汉 他看着三个暴徒 转身拿起了一根铁道 这怪模怪样的行为让三人跑不大笑 怎么 你是要打我们吧 其中一个胖子更是差点笑死 表示我站在这里让你打 你敢吗 但下一秒铁棒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流浪汉挥手一击 直接把他打飞到了隔壁井 随后流浪汉又转身警告其他人 想活命就赶紧了 而回到江小胡这边 此时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开始得好奇地将每期讲述起兽人的来源 在这个星球上 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神话故事与人物 他们被人类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来 每个都有着超凡之力 但实际上 这些人都是从其他次元穿越来的兽人 就像超人来自克星一样 他们来到地球后 有的选择了暴露力量 被人们记载变成了神话 有的就隐心埋名一直生活在社会中 江小胡解释道 其实兽人这个称呼有点贬低他们 他们属于是超越人类的更高级生命 听见这些话 江美琪沉默一阵后续问道 如果当时他们真的朝夜叉开枪了会怎样 会被单手接住子弹 小胡立马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出夜叉的种族乃是夜叉鬼 无论是力量还是防御 都不是一般兽人能比你的 而这回的夜叉已经回到了总部 他来这里觐见他的主人 那位大人问起了今晚夜店发生的战斗 在得知九尾狐被人类带走后 他并没有惊讶 告诉夜叉人类不足为惧 这是你不用管 随后他拿出一张纸条 说自己在旧街道有个老朋友 你去让他把那个被老虎保护的人类抬了 在夜叉离开后 男人的背后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他直呼着男人的名字 表示黎龙大人还真是在乎他 而黎龙也说到夜叉可是我的左膀右臂 是我最坚固的后盾 他是神话传说中的独角王却甘愿当起盖 每当街坊邻居受到危险时 他就会挺身而出 手中的铁棒不知敲死了多少暴徒 但今天执行完一级任务后 他的领地中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夜叉族的高手找到了他 希望独角王帮他抓一个人 而独角王也认出了这人与自己同样是兽人 于是在三天后 独角王出现在了一辆通往外地的高铁上 两个小时前我和汉宇正在商量回家的事 为了知道封印他的玉佩为什么会在我妈妈手里 汉宇决定和我回到我的故乡看看 汉宇觉得自己如果不查清 他消失的五千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是绝对不会爱上这个世界的 但我看着正疯狂吃薯片的汉宇 不禁吐槽到你明明已经爱上这个世界了 随后我又问到他 那次我和一虎战斗爆发出来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再怎么尝试也召唤不出那股力量 难道我其实也是个兽人 可汉宇很快就否认了我这个想法 可能有弱到连薯片都撕不开的兽区 同时他们同类之间是能互相感应的 就比如现在来到了车厢的那个家伙 汉宇瞬间扭头爆发出杀气 他已经注意到了来者不善 出于某种原因 独角王答应了梨龙的要求 来到这里帮他抓住 而汉宇此时让我赶紧下车 待在这里只会妨碍他战斗 可我看了他外子 这车开这么怕我怎么下 没有办法 汉宇直接将我公主抱起来 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纪 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 独角王已经来到身后 汉宇及时的闪躲开来 说到你也是夜叉帮的走狗了 随后上去就是一招恶虎掏心 再一击中踢把独角王给踹飞到了外面 等到我和汉宇都来到外面 独角王抬头说了句之前没见过你 新面孔啊 那必须 人家才刚出生 还是个宝宝呢 汉宇厚颜无耻的来了句自夸 听到这话的独角王挥手打出一招能量波 那就尝尝这招吧小鬼 结果能量波却是朝我冲了 汉宇连忙过来替我挡下 可他却被独角王趁机撞到了一旁 随后又是一招九天雷霆双脚灯 等回过神来 汉宇骂到你连手无腹机之力的人类都大 还要不要脸 独角王文言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我 这话顿时让汉宇有点傻眼 而独角王抄起铁棒就冲上来继续攻击 连续不断的意外让汉宇开始感到烦躁 没有耐心的他变化为战斗形态 他要开始认真了 随后汉宇上前就是一道博物斩 锋利胡爪打出的伤害 让独角王脸上瞬间挂了彩 接下来的汉宇如同鬼魅一样 每一次独角王挥动铁棒 他都能瞬间闪避 就像大猫调戏老鼠一样 认真状态的汉宇打得独角王措手不及 等他反应过来时 汉宇已经来到其背后 他胡爪能量汇聚 再吃我一招 猎虎斩 一道足以撕穿岩石的斩机打下 独角王就这样被打了 叛倒在一起 当才还在耍帅的汉宇 直接被撞的贴在驾驶室的窗户上 我看着就这样被撞飞的汉宇顿时傻了眼 不等我追上去 被打倒的独角王又重新站了起来 真是得来全部费工作了 小谷 在当时夜叉跟独角王交谈时 夜叉就提醒到 虽然那人类被个很厉害的家伙在毛骨着 但也不要小看他 在某种意义上 那家伙恐怕比毛骨还要恐怖呢 现在独角王一掌扣在我肩膀上 他倒想看看 我究竟有什么本事 眼见打不过的我只好选择开溜 可惜下一秒就被独角王追了上来 我被他一棒打得瘫倒在地 为了避免出意外 独角王打算现在就把我带走 他把我像小鸡仔一样拎在地上拖着走 这让我感到十分屈辱 自己本来好好地学生生活 莫名其妙地被这群王八蛋给破坏了不说 所有人还都要追杀自己 想到这我内心越发的愤怒 先前那股的力量又开始重新地爆发出来 而此时在外面的隧道口 汉宇正在飞快地往回感 他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却一个玉佩发现了世界上兽人的秘密 无数的兽人开始追杀他这个特殊的存在 父母离其失踪 因为竹马的女朋友也被害死 而现在自己也遭到了独角仙兽人的攻击 尽管保护我的老虎兽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但长久的屈辱已经让我饱含怒苦 身上的玉佩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使我单手就扼住了独角王的喉咙 再一轻轻碾压 我就直接扭断了他的胳膊 独角王的内心请客间就出现了走马灯 他的直觉告诉他 今天他会死在我手里 可这是一辆高铁打扑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居然去伤害一个孩子 此时在另一边 鲤龙和叶叉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为了搞清楚我身上的力量 鲤龙特意找了兽足最有名的医生百合 百合将哪天我现场残留下的DNA制作成某种药剂 随后将其植入试验者的体内 最后产生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普通兽人在接受了我的DNA药剂 无论是持久力还是爆发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这样的结果让鲤龙十分高兴 可随着而来的却是其他的问题 一旦停止这种药剂的攻击 那么兽人就会发生强烈的副作用变得虚弱 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如果想要一直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那么就需要鲤龙把我抓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兽人都开始追杀我的原因 不过眼下还有个特殊者 因为身体抗噪 这个兽人是唯一承受了最多DNA药剂还没事的 鲤龙拍了拍玻璃 下令到将这个家伙弄醒了 白鹤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明明我只是个人类 却拥有着这种神奇的力量 简直就像是个神开的玩笑 伴随着电击刺激 这个壮汉在营养池中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大骂到鲤龙你这个红蛋 你难道真以为自己能成为什么 随后更是猛地打碎了玻璃 挥动力量就要动手 叶叉猛的一脚将其给踹飞了出去 作为鲤龙最中心的下属 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鲤龙 而鲤龙也是缓缓开口道真可怜啊 我们这种存在 注定要面对永恒的孤独 下一秒他将手套摘掉 手掌之间爆发出强大的雷电 仅仅是一击 就将那个强壮的兽人给轰成了焦炭 鲤龙转身而去 念念有词道我不是要成为神 我只是要挑战神 再回到我和汉宇这边 汉宇正在和一群海鸥斗智 斗勇捍卫自己的鼠条 就在刚刚我最终选择了放走独角王 因为我能感受出来 他是个有归宿的人 独角王抓捕我失败的消息 传到了鲤龙的耳朵 夜叉主动请营养来抓捕我 但鲤龙却缓缓开口不用了 我亲自去吧 这话把夜叉吓得不轻 作为活了数千年的存在 鲤龙的内心早已沧海桑田 本以为不会再有什么能让他兴奋 可唯独这次 我身上的力量让他感到沉醉 这是我和汉宇已经来的一座小岛上 这里就是我小时候和妈妈生活的百花岛 可自己以前的记忆已经全部模糊了 并且这座岛也变得不一样了 到处充满了诡异的氛围 我和汉宇一路前行终于找到我家 但曾经温馨的家已经十分荒废 并且汉宇还敏锐地发现周边的树不对劲 如此强大的破坏痕迹 绝对不是人类可以做出来的 他连忙问到我母亲以前是做什么的 妈妈以前是为受人尊敬的巫师 在这一带都是远近闻名的 可后来有人说我妈妈泄露了天机 说着说着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我居然忘记了妈妈最后是怎么死的 一股强烈的头痛感谢来 我好像回忆起了一个男人 他降下了天雷摧毁了我的家 但那个男人是谁我却想不起来了 汉宇让我不要再想了 他扭头朝书后喊道出来的 鬼鬼祟祟地跟了我们半天了 一个白发大叔从背后露出了头来 居然能发现我如此巧妙地隐藏 真是不容小徐啊 我们两个家伙真是胆子不小啊 难不成是来这荒岛寻宝吗 这个大叔跳到了楼上 他背对着我们 争争有词地说想不到啊 居然还能在这里看到兽人 而我看着他的样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以前他好像拉过我的手 老头你到底是谁 大叔听后咧嘴一笑 转身跳到了地上 想知道我是谁吗 那就打赢我吧 他是数千年前最强的万寿之王 现在却因一枚玉佩成为了少年的保镖 当他和我来到曾经的故土时 这里早已经变得杂草丛生 而一个奇怪的大叔却蹦了出来向我们挑衅 嘴里还说着汉宇是个乳秀未干的小鬼 这话顿时让汉宇炸毛了 虽然我童年未老 但好歹也是你的长辈 竟敢如此无礼 说罢他就冲上前发起了攻击 两人的战斗不过几个回合 汉宇就凭借老虎的敏锐速度 给大叔留下了许多伤痕 但大叔却仍旧自恶 评价汉宇虽然速度很快 但下盘不稳伤害不够 汉宇咧嘴一笑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万寿之王的力量 三秒过后 大叔已经直接被汉宇打得险些站不稳 可惜嘴上还在逞强 汉宇嘲讽到一把年纪了 就别这么爱装逼了 文言大叔大笑几声 然后直接倒了下去 我和汉宇两人正要上前查看情况 不料那大叔突然手指一抬 几根巨大木桩拔地而起 打在了汉宇身上 尽管汉宇快速避开了要害 但木桩还是对他造成了些许疼痛 望着大叔这诡异的战斗方式 汉宇也意识到了这家伙绝对不一样 可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准备战斗时 我突然间好像记起来了他是谁 那个 你是土地爷吗 那大叔听到我的话也是十分差异 手忙脚乱地说着 以为我们早就知道了之类的话 正想解释什么就又掉了下来 这也让我确定了 他就是我记忆中那个土地爷 他不仅认识我母亲 小时候还抱过我呢 而土地爷也是一把抱住我 说到好久不见了爱生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片刻后 我和汉宇在土地爷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个山洞 而这里赫然摆放着我母亲的灵香 土地爷让我去给母亲上炷香吧 上完香后 我们来到了土地爷在这里的家 我一边给土地爷疗伤 一边听他说他已经在这里等了我很久了 过去的十年里 他因为无法离开这里半步 只能一直不间断地修炼 直到我的到来 才让他感觉到了光明 我向他询问起了母亲的事 对于过去的记忆 我已经十分混乱 只记得当时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 一道天雷打在了我家 还有一个神秘的男人站在那里 土地爷听后沉默了 他缓缓讲起了当年的事 原来那时候 黎龙就为了我身上的玉佩 袭击了百花筒 而土地爷自告奋勇 想要去阻止他 可母亲劝住了他 说到黎龙可是妄想飞升成龙的人 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覷 母亲决定让土地爷带着我离开这里 临走至极 母亲把我叫来了这里 他把玉佩挂在了我身上 并叮嘱我无论发生什么 千万不要摘下来 当时土地爷曾提出 要不要把汉语唤醒 如果有他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抗衡黎龙了 但那时的母亲却表示 这是违背命运的做法 虽然天命难测 但母亲相信 我一定能够完成我的使命的 回忆结束后 我问到土地爷 那个叫黎龙的家伙到底是谁 他就是你妈妈的宿地 土地爷郑重地说道 此时在另一边 那个先前差点杀了我的毒蛇兽人 正在被人追杀 一堂火焰围住了害怕的他 来源正是江小胡 他和那个女检察官达成了合作 特意找到了这个毒蛇兽人 来打听汉语的下方 在遥远的几七年前 熊人部落和老虎部落 为了争夺土地发生了一场大战 在那场战斗中 老虎族最强的东海战神汉语大杀四方 所有的熊人族都被他打得闻风丧胆 可就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 战神汉语却突然离弃失踪了 之后老虎族一落千丈 被熊人部落逆转消灭在了历史长河 而回到现在 当年的最强兽人又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叶插帮又一直在寻找汉语和我 江小胡认为 他们是想要招揽这位最强兽人 而他作为和叶插帮有着生死大仇 所以他一定要先找到汉语 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回到百花岛这边 在通过土地也知道了我自己的宿命后 我就开始被他进行了地狱特学 我身上的那股奇特力量来自于玉佩 要想使用它我必须得保持冷静 可尽管经过了特学 当我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出现的却全是这些天的遭遇 还有我又连逝那个让我过去的男人 是他降下了天雷杀害了我的母亲